他就是如此特别 在医学 在人文 都不可或缺 将近四十年前 受到恩师台大杜诗棉教授的 恳切召唤 他舍弃即将可见的繁华四景 来到偏乡花莲 选择走一条 不同于多数人的 魏泽之路 从此他成为慈悸人 慈悸的医生 他身体力行 带头下乡抑诊 他的医疗步履 没有过界 你在战乱的地方也好 或者在受伤地震的 那样的一个灾区也好 看到那个小朋友 无辜空洞的眼神 那是让人家 晚上睡觉都会哭的 男生都会哭 2005年 地震后的巴基斯坦 他在帐篷区 赢得灾民 有如家人一般的情感 2015年 尼泊尔强镇 在区宫殿不稳 他只好靠手电筒 和手机微弱的灯光 在客难中 开了一百多台刀 任何有灾难 你跟我讲 我明天就可以去 那大医生 我会不会开天窗 因为这个你电视界 你很清楚 肯定不会 为什么 我有三个月存档 超过四十年用心医疗 2001年开始主持 大爱医生馆 得奖的是减守性 2014年获得金钟奖的领利 一位之音 给予这样的介绍 大爱医生馆 不写一首又一首的生命诗歌 经过了250次浪漫的乐园 回首已是六千级的史诗 这就是大家的检验掌 2023年医疗奉献奖 特殊贡献殊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官方计判